好,我們再來做一個控制角色移動的一個視訊遊戲的綜合練習 好,那我現在要控制這個角色移動 那所以我要去偵測它的我們的方向 那所以我們的球要面向你所碰到它的那個方向來做移動 所以我們用這一個面向什麼角度,那這個角度就是視訊的偵測的那個方向 所以要方向 然後我們用整個舞台,所以你在舞台上面 就可以控制它,不一定要碰到它,不一定要碰到它 好,那麼讓它面對這個方向,然後做一個移動 所以我就直接移動,那這個速度你可以自己 給它自己試試看,太慢太快自己調整 那所以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讓它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面向這個方向,然後移動幾步 好,然後最好一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最好讓它移回畫面的中間 不然你 給它玩一玩,它跑掉就不見了 好,0 0,回到中間 如果碰到邊邊,一樣最好給它反彈 它就不會跑出去外面 好,我們看一下 好,那麼它現在會動,根據你的畫面的移動的內容亂動 所以我如果 手往左邊,往右邊,往下面,往上面 它會跟著畫面,跟著我的手勢 好,所以你就可以做一個 用視訊控制的遊戲,那這可能就是你的角色,比如說 閃躲那個隕石的遊戲啦,或者用這個來控制 打飛機 等等 這是一個蠻好玩的東西,那如果覺得它太快太慢 你看,可以調這個地方 這樣就稍微比較慢一點 比較 順一點 變魔術了 就這樣子而已嘛 沒有什麼特別 你看 這麼順 所以呢,它也可以 來,我們來作畫 一開始清除所有的資料 然後下筆 好 然後它就可以做畫畫囉 好,重新來喔 好 有沒有,就留出筆記了 來,看到我寫 寫我的名字了 好 你可以做出 畫一個三角形 畫一個三角形 好,來,各位試一下 嗯哼